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方方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叫做 猴哥猴弟种玉米 故事发生在一个农村里面 发生在一个田地特别多的山间 这里有两只猴子 一个是猴子哥哥 一个是猴子弟弟 我们用蓝色的毛来代替 来表示猴哥 这个是哥哥 他头上有个蓝色的 这个就是弟弟 他长得小一点 头上是绿色的 他们两个非常喜欢吃玉米 可是大家知道 动物们除了人 除了人会种玉米 其他动物都不会 对不对 他们不会种玉米 于是就只能去怎么样 他们只能去偷玉米 这是一个玉米地里面 这里有非常多金灿灿的玉米 看到没有 金黄金黄的 非常的诱人 非常的有吸引力 猴哥猴弟看到这一片玉米 他就很想吃 于是呢 他们就去偷玉米 他们呢 就跑到玉米地里面 去偷 结果呀 玉米刚还没有吃完 一根玉米还没有吃完 农民伯伯就来了 农民伯伯当时正好在地里面 怎么样 种地 刚好在地里面种田 耕地 就看到这两个小猴子 捣蛋鬼 来捣蛋了 大家看 这里就是农民伯伯 他本来拿着这个什么 他本来在种地 结果呢 看到两个猴子在偷他的玉米吃 他就拿着一根这么粗的杆子 这么粗的一根杆子 去打那两只猴子 想把他们赶走 让他们不要再吃自己的玉米 对不对 然后啊 猴哥与猴弟被赶走之后 他们就在想 我们每天这样子去偷别人的玉米吃 老是被抓到 被别人打 打得我头昏脑胀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既吃到玉米 又不被别人打呢 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猴哥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有一个鬼点子 有一个想法在自己的脑海里 他说 要不 要不我们自己种玉米吧 我们自己种玉米 吃着自己的玉米 就不会有人来管我们 不会有人赶我们走 于是呢 他们就选了一块特别好的田地 准备开始务农 他们选了哪里的地方呢 他们选的地方是在一个小溪旁边 大家都知道 种地 种蔬菜 种水果 是需要用水来种植的 要用水来灌溉 这些植物才会长得特别高大 特别强壮 特别有生命力 对不对 如果没有水的话 植物就会死掉 因为它渴死了 没有水 他们选在了一块小溪旁边 这里呢 就是那个 种地用的锄头 种地的时候 要用来耕地嘛 就用这个锄头去耕地 然后呢 他们 就开 第一天就开始了 种地的第一步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种地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撒种子 把种子撒到田里面 对不对 大家看 第一天 他们在太阳高照 非常炎热的夏天的时候 到田田里面去 到田地里面去准备开始种 种玉米 他们把这些金黄的玉米种子 撒到了地里面 本来说 我们两个小时内 搞完就可以回家了 谁知道啊 他们还没撒到一半 种子还没有撒到一半 就说 太累了 太累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等会儿再搞吧 然后他们就同意了 躺在草地里面 开始睡起大觉来 可是谁知道呀 这个觉一睡 就睡到了太阳落山 大家看 太阳落山了 对不对 这个是山 太阳落山了 说明什么 太阳落山了 说明夜晚要来到了 对不对 说明夜晚要来了 可是他们只弄了一半呀 还没有 种子还没撒完呢 但是天黑了 他们实在弄不了了 他们就说 算了吧 算了吧 就种这一些玉米 就可以了 然后猴哥和猴弟 约定好 说明天你先去 猴哥对猴弟说 明天你先去 明天你先去 后天我再去 然后就一人来一天 轮流着来 对不对 可是情况 情况似乎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看猴弟 这个是猴弟 猴弟他拿着这个斧子弄了一会儿 拿着这个耕田的工具弄了一会儿之后就觉得太累了 他说这个哥哥肯定不是什么好哥哥 他把我叫来工作 他把我叫来工作 把我叫来种田 自己在家里面睡大觉 搞得我这么累 他就想 不行 这样子 我太累了 太吃亏了 于是呢 他就跑到这个树林里边去玩了 跑到树林里边去睡大觉 去玩 可是啊 他又不能让哥哥知道自己其实没有在种地 而是在树林里面玩耍睡觉去了 那该怎么办呢 他就想 哎 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就假装他回家告诉哥哥说 哥哥哥哥 我今天在我今天在田里面耕田的时候 简直把我累死了 太阳直直的照在我的背上面 把我都晒死了 哥哥就想真的这么累吗 然后哥哥其实是非常怀疑的 哥哥不相信他 然后啊 第二天到了 啊不对 是第三天 第三天 哥哥到了田里面 哥哥到了田里面一看 这个田里面 他他心想 这个田里面怎么还是这么乱呀 怎么还是这么乱呢 他就他 他就跟侯弟的想法一样 他说 哥哥就想 我在这里 做事做得这么累 他倒好 在家里睡大觉 他昨天还骗我 说他耕地耕得有多么累 根本就没有 耕地嘛 他在骗我 于是哥哥就想 算了 算了 我也去 我也去树林里玩吧 然后 哥哥也到树林里玩去了 然后啊 收获的季节来临了 收获的季节来临了 农民伯伯的玉米种得非常好 农民伯伯的玉米生长得非常的强壮健康 看金灿灿的玉米粒非常饱满 但是呢 猴子们种的玉米怎么样呢 猴子们种的玉米那简直是惨不忍睹呀 大家看这个是猴子中的玉米 大家有看到玉米在哪里吗 玉米是黄色的 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黄色的东西 在这幅图画上根本就没有黄色的东西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是为什么 因为 因为猴哥和猴弟在值班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认真搞 对不对 他们没有认真的耕田 每到他们轮班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里偷偷的玩起来了 所以啊 他们最后没有收获到玉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定不要偷懒 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好 还有不能去偷别人的东西 不能去偷别人的东西 我们要自食其力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拜拜